就跑到多少呢? 因为从0开始嘛 所以跑到的 比数的话刚好这样 刚好 如果是0到171 都会跑到回圈 可是172的话 就会跳里回圈 后面的话呢 I++ 我想这个是一个Java的程式回圈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 如果说 你对Java不熟的话 可能要 自己再看一下Java相关的这个书籍 OK那上来的话里面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get region 就是说取得里面的区域 那我怎么去取得一个区域 这个我后面的话 会用Java里面的一个语法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 Data I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讲过嘛 里面的话大瓜糊表示 第一笔的话 他就会去抓第一个大瓜糊 把里面的资料抓回来 那抓回来之后的话里面会有个叫Display Address 有没有 我们在那个Jackson档案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上面 一定会有个什么Display Address 那我要抓他的话 基本上在程式里面 就只要给他一个装瓜糊 然后给他一个什么的 那个标签名称 再来用一个 Substrain Substrain就是 切割字串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说呢 把那个名称里面 Data 后面呢 去找到 这IndexOf又是另外一个方法 去找什么 找区 把那个区抓出来之后再放 那放的话呢 如果第一次 undefined 是指的说 第一次里面没有抓到 比如万华区 台北市万华区这几个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 就是 第一次就新增 新增一个区域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 总共 会有12区 那就自动 会帮我产生 这12区的资料 好 那12区资料的话呢 底下 就顺便 去计算说 他总共 会有 几个 所以这里的话 后面 我们这边 去把 第一次是没有的话 那就是去把那个分区记录抓出来 并且去什么 去计算里面到底有几个 几个 通通加到这个正列里面 加到正列里面之后的话呢 再分别怎么样呢 放入到那个 我们的 Data 最后把它用push 把它放进把资料放进去 最后再把那个 我们的画面上面那个ListView名称叫做output 把它怎么 先清空 把它清空 再把资料放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动态的把资料 就做一个 就做一个放置动作 不过这个 这个我想 如果你对程式不熟的同学 光看这一段 恐怕就 一个头两个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刚刚所做的这个动作可以把它做成静态的 一样 有这个效果 可是不是用动态的 那当然 我们可以 一样这个地方新增一个 网页 那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说你们先看一下这个程式吗 那等一下我们把这一段 刚刚做这一段 把它改成静态的好了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